就想抽到他 就繼續三秒鐘就好了 大顆大顆淚水 從眼眶滑到下巴 一滴一滴落到地上 戴黑框眼鏡留長頭髮 他是被撞死搬車男的女兒 就讀高雄知名大學護理系 原來死者找上去幫 坐輪椅的年邁老媽媽買早餐 沒想到這一去竟然回不了家 死者結婚身下女兒跟爸媽同住 他的父親也是廟公 生病過世後 就由死者接地當起廟公 為的就是照顧媽媽 太太在飲藥店打工 家裡經濟環境不好是低收入戶 我現在妻子 妻女 死者妹妹也來到靈堂 協助處理後事 眼淚除了難過更是氣憤 肇事駕駛一次撞死人後 還把車藏到停車場 很可惡吧 9點的時候他才去做筆錄的 然後之後就沒有看到他任何消息 讓他朋友把車停在你那邊 給停車場 讓他朋友來接他 家屬不滿 肇事駕駛沒上香 也沒道歉 撞死人就像事情沒發生過 但女兒還不敢把事情告訴阿嬤 只說爸爸在忙 就怕老人家受不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沉重打擊 記者賴關章王書宏 台南報導 暫時 暫時 暫時